女鬼的意思是 张磊磊还在家里 他们家人一直憋着不开门 宁愿我在他们家闹了一晚上 就是为了断绝我跟她的来往 可是据我观察 家里有人不可能安静到这种程度 就算你存心不发出声音 这么长时间家里人总要上洗手间 要吃东西要出来走动 不可能憋到真掉下来都能听见的程度 我觉得张磊磊家肯定有问题 现在我也不好再闹下去 保安从电梯上上不来 肯定会走安全楼梯 真被他们逮住了 那还得送派出所 我问了女鬼的名字 她说呀她叫宋卓 是个还在省城某大学读大三的女孩 因为一时没忍受住某贪官的物质诱惑 上了贼船 两人在一起了几个月 该贪官呢 还特意在省城租了一套豪宅来养她 后来因为一些误会 贪官以为她在收集她的犯罪证据 一怒之下就掐死了她 抛尸荒郊野外 她横死之后啊 化身厉鬼 凭着这股执念 一心想所贪官的命 我让宋卓在电梯里帮我蹲张磊磊的情况 有消息就来找我 宋卓爽快的答应 作为交换 她要求我如果去省城 记得找到她的尸身 好好把她安葬了 她弄死了贪官 还想轮回转世呢 我都一一答应下来 记下了她尸体遭抛弃的具体位置 我翻围墙出了明雅花园小区 却没回医院 而是去了 张家靠近学校那边的那栋老别墅 我下出租车的时候啊 夜色已经很深了 我猜就算张爸爸要把张磊磊转移位置 肯定也不会去我知道的地方 但我心里憋得难受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来看看 我真想张磊磊就住在这栋别墅里 小区里住户的灯都灭了 偌大的别墅区只有路灯发出的昏暗的光 别墅区植物覆盖率很高 加上小区建成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 小区里的树木已经长得非常高大 茂密的枝叶覆盖了一方天空 独栋别墅 错错落落的夹在树木中间 更显幽深神秘 我找到张家别墅 这种别墅啊 外观漂亮 不过安全性比较差 我围着别墅绕了一圈 发现借助别墅边上的一棵大树 可以爬上二楼 上次离开的时候啊 我记得二楼的窗户一直没有锁死 我心里一阵激动 翻身就爬上了大树 一直爬到树梢位置 我壮了壮胆 纵身一跳 刚好跳到二楼的窗户栏上 抓住窗户上的锁扣 稳住身体 猛的一拉窗户 这窗户便被拉开了 我跳进房间里 出现在我面前的 是黑铁一样浓重的黑暗 跟阴阳之物打交到久了 我心里就有一种奇特的预感 这次进张家别墅啊 我浑身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但却很真实的存在着 以防万一 我给自己开了天眼 悄悄地走出了房间 张磊磊的房间就在我隔壁 我推了推门 门没有锁 一推就开了 房间里非常的黑 我拿手机照亮 张磊磊漂亮的衣服 还挂在衣柜里 床 地板 桌子 柜子 我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 忍不住就想起跟张磊磊在一起的时光 鼻子一阵的发酸 差点就要流下泪了 我一个个房间的转移 一直走到地下室 李半仙曾告诫过我 张家别墅里的风水局很奇特 应该是高人所部 让我不要随便动这种风水局 一步错步步错 很容易就给自身遭来祸害 我走到沙发前 这茶几上的围棋局又重新开了局 这次黑棋占了上风 白棋隐隐有颓败的趋势 这次我学聪明了 不敢再坐沙发上 上次坐沙发上 情不自禁的就去对一了 只动了一步子 就害得黑棋一溃千里 现在想起来 我都心有余悸 心里一阵的发麻 我在棋盘前站了一会儿 就有了点困意 越看越觉得 这盘棋包罗万象 有无数种可能 每走一步都是险棋 可能一飞冲天 转败为胜 也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万劫不复 就这样 迷迷糊糊的 看了不知道多久 我突然发现 茶几上的沐鱼 掉地上了 我弯下腰捡起来 才发现 沐鱼被摔成了两半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我想将沐鱼拼接起来 这沐鱼看似平常 里面的锚钉却很多 还有许多卡扣 我费了好半天劲 才将沐鱼拼好 放回茶几上 人也累得不行了 再加上困意来了 眼前看东西都有点模糊 这时啊 我看到茶几下面 爬出一个 扎了两只羊角辫的小女孩 小女孩对我哥哥哥的直笑 说道 谢谢哥哥 我一愣啊 小女孩就围着茶几 转圈 唱起歌谣来 我听得迷迷糊糊的 耳边回荡着小女孩 银铃般的嗓音 只觉得这小女孩的模样 异常的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而小女孩的影子 在我眼里啊 有时候很真实 有时候又异常模糊 我拼命想让自己清醒一点 可越这样强迫自己 睡意就越浓 不知不觉中 我对外界的事物 完全没了知觉 耳边雾字 回荡着小女孩的歌声 和笑声 在这笑声背后啊 我脑中突然涌出一种意识 张家别墅里 一个人都没有 这小女孩从哪来的 这么一想 我只觉得心里 阴森森的 非常恐怖 可眼皮却越来越重 就是醒不过来 迷迷糊糊当中啊 小女孩的歌声 犹如在耳 我又听到一种 很奇怪的歌声 好像是有人 在唱歌剧似的 我强撑着 从地上坐起来 揉揉眼睛 就感觉房间里 非常亮 我心想 我不是没开灯吗 地下室的灯 怎么亮呢 我睁开 睡眼惺忪的眼睛 赫然发现地下室 变了一副模样 这里没有 现代化的装修和家具 变成了一间 非常古旧的房子 门楣窗帘 都是木头做的 像是民国时期的装修风格 在我面前的不再是茶几 而是一张古色古香的八仙桌 我吓得尖叫了一声 整个人顿时醒了过来 见八仙桌上摆着一张棋盘 黑白紫厮杀的正列 两边却没有对异的人 小女孩蹦蹦跳跳的围着八仙桌 转圈圈 嘴里哼着割腰 两只小辫子一蹦一跳的 非常可爱 我再仔细打量这小女孩 发现这小女孩的衣服 也换了 她以前呢 是一身洁白的裙子 现在上身穿了一件玫瑰色的翱子 下身是一袭血红色的裤子 非常煞眼 我再看小女孩的脸色 粉粉白白肥肚肚的 仔细一看 却发现很不对劲 小女孩的脸 竟然白得很不正常 像是抹了一层厚厚的粉 我心想 正常的小女孩脸色 怎么会涂这么厚的粉 别不是个死人吧 八仙桌旁边的沙发服手上 放了一支金色的卡碟式放音机 正一一压压的放着欧洲歌曲 叠盘在机器上转得飞快 这房子里 除了我和小姑娘 就再没别人了 我心里大为惊一样 暗想 我不是在张家别墅的地下室里吗 怎么来了这么个古怪的地方 也真奇怪啊 我正思存着 怎么跟这小女孩沟通 问问她情况 就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 我扭头一看 发现我身后啊 原来市面巨大的镂空屏风 屏风后面好像还有只黑漆暗台 所以我就纳了门了 整个暗台在屏风后面做什么 还怎么让人走路啊 我绕到屏风侧面走出去 想拦住进来的人问个清楚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他们又都是些什么人 我走出屏风 跨过暗台 就看见一个人跪在暗台面前 正无比的虔诚地磕着头呢 我吃了一惊啊 见这人大概五十多岁 短寸头 长大褂 神采一一 分明就是民国时期的打板 我心里纳闷了 就看到这老头啊 是在给一个牌位磕头 我走过去 看那牌位 发现上面光秃秃的 连一个字都没有 我想跟老头说话 说了半天 这老头啊 继续磕他的头 嘴里还念念有词的 像没听见我说话似的 我恍然大悟起来 这老头啊 压根看不见我 我心说这屋子布局 也真奇了怪了 在厅后面摆祖宗牌位 也不怕磕尘人 而且风水上说呀 祖宗牌位 最计射空 就是摆放祖宗牌位的暗台 一定要靠结实的墙壁 一定不能后面放空 否则祖宗枕 不实在 家宅难安 我正纳闷的 往屏风后面这么一望 赫然发现了 这面屏风 是纸糊的 我再跨过屏风去后厅 发现了 沙发 放印机 八线桌 棋盘 包括小女孩 都是纸糊的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碜 觉得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 半天吐不出来 我仔细琢磨着小女孩的面容 怎么看 怎么觉得熟悉 搜索记忆 又发现根本就没见过这小姑娘 还真他妈奇了怪了 我出了这间客厅 外面是一间庞大的园子 园子里假山假水 亭台楼阁 一应俱全 里面正有许多家丁和丫头 走来走去的 好像很忙碌的样子 我突然注意到 这庞大的宅子里 挂满了白色的灯 也就是说呀 这宅子里正在办丧事 我脑子里一百个疑问 正想找人问个明白 这破地方到底是哪 我究竟在哪里 可惜啊 无论我拦谁都拦不住 这人就看到一个年轻人 绕过甲山朝这边走 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就问他 英叔 我爹呢 前面棺材铺的人来了 带了好几口上好的棺材 让我爹选呢 怎么一下子找不着人了 那个叫英叔的老头 指了指客厅 神秘兮兮的说 老爷在摆那个东西呢 他每天都要早中晚 摆三次 还不许我们进去 真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个啥玩意儿 年轻人想闯进去 老头急忙拦住他 告诫他说 老爷吩咐过 谁都不能进内坐厅 谁胆敢冒犯 子弹伺候 老头还怕年轻人不相信 低声说 这可不是开玩笑 上次有个下人路过 好奇 朝里面瞟了一眼 被老爷拿枪当场打死了 老爷还说呀 天王老子 也不能违反他这个规定 我心里无比奇怪呀 这英叔所谓的 谁都不能进的地方 想必就是老头 摆无名牌位的地儿 这地方就是个牌位 和一批纸扎的东西 有什么神秘的 怎么瞟一眼就要杀人 也太不人道了吧 英叔让年轻人呢 在厅堂门口站着 走的时候啊 贴着年轻人的耳边说 那东西 邪慌 我非常奇怪 跟着英叔出了后院 走到前厅的宅子里 前厅里果然放了四具上好的棺材 棺材铺的脚夫和老板 战战兢兢的站在客厅 也不敢坐 我心想 这宅子的主人得有多牛逼啊 人家卖棺材你都吓成这样 英叔过来招呼棺材铺的人 我就在厅里乱逛 见这厅里啊 无论家具还是瓷器 各个都是精品 我虽然对这些不太了解 看质地手感就不是俗 心里无比纳闷啊 这宅子的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还特意在金丝楠木的椅子上坐了坐 真是舒服得很啊 这一时 外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英叔问边上的一个家丁 说 去看看怎么回事 那家丁很快跑进来说 又是那个风水先生 疯疯癫癫地跑来 说一些乱七八糟 上不得台面的话 我这就让人把他打走 英叔摆摆手 自己出了门 我也跟了过去 一直走到门口 就看到几个看门的端枪士兵 正拖着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 我定睛一看 赫然发现 这年轻人有些眼熟 我再仔细把他全身打亮了一遍 几乎要把自己吓死了 这年轻人怎么长得那么像我爷爷呀 换句话说 他就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 那年轻人说呀 英管家 你一定要听我说呀 我爹临死前嘱咐我 你们这座宅子一定要改 这宅子里有问题 你带我去见赵司令 我当面跟他说清楚 英书冷横一声 说道 哼 你爹都破那风水局 把自己整死了 你还来这儿胡闹呢 风水这种事 岂能乱来 什么羊半下 我看他们竟是狗屁 你们乱来不要紧 要是害了我们赵家 将你们羊家住了满门都敌不了 我爷爷苦苦哀求那英管家 管家离也不离 甩了甩衣袖就进去了 那群当兵的 当街把那神死我爷爷的年轻人 打了回去 我看了这幅情境 内心矩阵 一下子明白过来 这年轻人呢 就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而这座宅子 想必就是赵家宅了 赵家弃我太爷爷 给他们家看风水死了 所以对我们羊门失去了信任 我太爷爷去世前呢 可能有所领悟 所以嘱咐我爷爷来继续帮助赵司令 没想到姓赵的这么欺负我爷爷 我看了心里一阵火大